回控小股东权益大联盟 不满集团不派息 向管理层提出4项要求 建议回控即使未能派发现金股息 也应该以股代息 管理层和董事局应该停身 和董事蒲金最少一年 集合5%股权召开特别股东大会 并且委任小股东代表加入董事局 联盟表示有超过300名股东加入 占汇丰大约2%股权 强调行动并非同管理层对立 我们想给他知道 其实小股东第一 我们有声音 而我们的声音和公司利润是一致的 而我们是不想市场对这间公司失去信心 我们也不想管理层做的决定 是违背了他们的初心 合情合理的说法 只不过是一个管理层 我们相信 我们本身相信 他是一个想法 他想做一个决定 是可以合情合理地 捍卫股东利益 同时尽他应该尽法律上 公义上 社会上的责任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